一名日籍男子23日从西非狮子山共和国返回日本之后 在今日清晨出现发烧等感染伊波拉的症状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天下午证实 病毒检查确认呈现阴性 这名男子只是感染了急性鼻炎 症状好转之后就可以出院了 而这已经是日本国内第四起伊波拉疑似病例